对手自称赛维同 开局果然走得是非常好 可惜啊残局太差了 被王铁锤的鬼魅残功给击倒了 我们来看这篇精彩实战 铁锤呢当头炮 赛维同把马跳 红旗上马 黑的出局 红到出局之后 黑旗选择了一个强挺七族 那红旗肯定是汇聚过河 黑旗平风马 红旗进兵 黑旗在这里选择了 平炮对局这个变化 红的不对 按住这个小马 黑旗退个包 红旗在这里啊 他没有选择这个毒辣的吉进中兵 选择了一个 稳中带凶的五六炮 对付五六炮 黑旗大致有三个变化 聚一平二 聚八进五 以及马三退五 实战呢是选择了这个聚八进五 红旗上马 黑旗吃掉 红的出局抓炮 黑的出局 红旗这招聚八进三 这是必走之招 你要是不高居兵线 让黑旗这个聚进一步 那红旗这一排 这些子力啊都不会动了 形成啊半身不随 所以说呢 这个点不能让黑旗抢到 黑旗不一手是 红旗呢 再冲住命 黑旗打一下 鞠 红旗躲开 红旗这招聚三平二 就是对这招聚三平四的一种改进 他躲到这边来 呃 黑旗呢实战是选择了一手飞向 走到这儿 黑旗走的最多的呀 是平炮对局 红旗呢 再走一手 聚九平四 这样呢 一个局占据二路 一个局占据四路 以后呢 有进局捉炮得子的手段 实战拿着选择了一手飞向 那红旗 盘马 踩着局呢 红旗呢 去退一步 黑旗 退炮 黑旗退炮 这是一步好奇 嗯 他既可以平炮打局 以后呢 又可以摆中间 加强这个中路的攻势 黑旗这时候选择了一手 平炮对局 那红旗呢 只有对掉 因为你这儿来不了 来这儿的话 把马给吃了 只有选择交换 交换完之后 红旗再并武第一 黑旗吃掉 红旗再打一下局 把黑旗 躲开 红旗上马 再踩一脚 黑旗进去捉炮 红旗呢 顺势吃足 保住这个包 黑旗呢 拐交马 踩你一下 红旗在退局兵线 守住这条要道 黑旗回试 黑旗回试呢 有两个目的 一个呢 是弥补底线的这个毛病 再一个呀 以后啊 他可以架个中炮 来 这个 削弱你这个中路的这个攻势 红旗来一将 黑旗呢 就 架中炮 给你交换 那红旗呢 再来一门大炮 黑旗 退局捉马 红旗 平局保住 这个马呢 不好往里面跳啊 所以说呢 只能先保住 黑旗 平个炮 黑旗 平个炮 以后 这又上马 打你门弓的这种手段 红旗呢 先飞个边向 那黑旗呢 就马斯进二 下一招啊 准备 跳到向尖这个位置 攻手两力 还先手踩住你的鞠 红旗先跳进去 来 黑旗跳上来 红旗呢 再鞠进二 黑旗交换掉 红旗用鞠吃 黑旗补一手试 红旗选择上马踩炮 这时候啊 黑旗来了一个 气子攻杀 平局 你现在你要是敢吃这个炮 他就出老将来杀你 你要是 把炮一高 他这个杀一将 老将上来之后啊 再跳一将 这个可就不得了了 这个小鞠可就凉凉了 红旗呢 他这里啊 他选择了鞠砍像 鞠砍像 吃着你马 吃着你的包 要抽你 那你也只能交换了 他把鞠一飞 那他把鞠一踩 黑旗呢 选择了一手 马七进六 上马 红旗 浸泡 拌住马腿 不让你以后 走到这个 马六进四这个点 黑旗呢 就平泡 红旗 肥象把这个马呀 给他抵住 黑旗 浸泡 又打变兵 又要扣空心炮 那红旗一看 你摆个空心炮 只是个花架子 吓唬人 没有实质性的作用 人家就没理他 扣个变兵 黑旗呢 摆了个空心炮 红旗 进马一踩 黑旗呢 选择了一手 退炮 黑旗这招退炮啊 就是过分的 看中了这个空心炮 其实呢 你的空心炮 其他子链 你配合不上 没有用 倒不如啊 先出个老将 避让一下 他退回去之后 那红旗呢 选择踩脚像 你要是跳进来一将 你将完之后呢 没有这个 后续手段 那黑旗呢 也只能是选择 对掉这个 他是选择了 回马 这样来交换 那红旗呢 他就选择给他对掉 黑旗把炮吃掉 这样呢 虽然说你是病毒好 是马炮 而且呢 还有一个空头炮 可是呢 踩两个相 而且呢 你 所有的子力啊 都配合不上 这个空心炮 花架子 红旗进马 下招准备卧槽 然后再跳马杀你 可以起 不老将 红旗呢 来一将 你老将不敢进去啊 只能上来 他再把族一吃 多兵 而且呢 多双向 黑旗这个马呢 跳不进来 他选择了 送这个族 想着你一吃 他马再踩过来 以后啊 再来降你 那红旗不理他 回马 踩住你的中炮 黑旗 平族 给炮生根 他也不跟他交换 他回马 再把这个马呀 给他挤住 黑旗啊 自己都把这个空心跑跑了 因为他发挥不了作用 红旗呢 就进个边兵 黑旗先下个老将 红旗飞个边向 防止啊 你以后你吃我 我就拱起来 并不给你吃 那黑旗呢 冲边足 红旗呢 又落个向 黑旗 知个事 红旗呢 也知个事 黑旗 十四进五 红旗调整好之后 滑动进攻 进马 黑旗 进泡 红旗呢 回马 踩一下 平过来 红旗慢慢的平兵 来 黑旗平足 黑旗这招弃足是一步好旗 那下一招啊 准备啊 退回来 打你一串 那红旗平兵 黑旗啊 终于干掉一个小兵 红旗平兵 黑旗回马 交换 红旗实战 是选择交换 其实他可以考虑啊 踩一步 把这个 变足以后 吃掉 形成这个 双马双兵 实战呢 是选择了交换 黑旗吃掉 那走到这 应该说 双方都军士了 如果说 不出出漏 应该是一盘 合旗 红旗 金马 踩士 黑旗选择了 一手 平炮 这招平炮啊 应该说 是一步 败招 他呀 应该走一手 退炮 以后啊 平过来 这个 进炮 瞄住这个 编冰 那黑红旗呢 马一个冰啊 他是赢不到的 平过来之后呢 他把 十一踩 黑旗啊 他这过重的 就是想干掉 这个编冰 他退回来 那红旗呢 下冰 这个士肯定是 不能丢 回去 那他 进马 又一踩士 你要是保这个士 他再一回马 以后啊 就把这个编族 吃掉 马双兵 那这个旗 你不好办了 所以他选择了 一手平鞭炮 气掉这个士 红旗把士一吃 他把兵一打 红旗呢 就下兵 黑旗呢 选择了一手 老将尽忠 这招老将尽忠 应该说是 最后一个致命的败招 你不动还没事 红旗平兵 黑旗呢 平中炮 红旗呢 回马 黑旗 出老将 不出老将 下一招 进兵 这个定住你 以后回马一踩双 再调整调整 位置这个旗 你就不行了 他先出来 避让 那红旗也是 回马踩双 黑旗平足 红旗回马 又一踩 那这个时候啊 这个 黑旗也看到了 你要是老将尽忠 他把这个族给你踩了 以后这个马再跳下去 调整调整位置 这个黑旗啊 这个族离得太远 以后这个单炮啊 还是手不合 哎呀 干脆啊 就选择了一手 尽忠 自杀的这种下法 那红旗 并无尽一 这招旗一走呢 红旗呢 就黑旗呢 就认输了 因为下一招 这个金马 金马 你再也挡不住了 你要是 先退炮 这个他跳进去 你还是拦不住 你退到这吧 你又退不到 所以说呢 这个旗 这个兵定住之后 这个老将啊 已经是无力回天了 这招是没有 这招是把这招下的 这招下的 我再招下 这招下